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新加坡爆发的史上最大洗钱案件 两名前中国银行家应涉23亿美元的洗钱丑闻被指控 前花旗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的员工王启明被控伪造文件欺骗银行 而前瑞士宝胜银行的刘凯则被指控协助提交伪造的中国税务文件 这起案件震惊了亚洲财富中心 当局查封了总价值达30亿新加坡元的资产 今年已有10名华裔因非法活动洗钱被判入狱 新加坡警方强调将严厉处理此类行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新加坡这座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 一桩震惊整个亚洲的洗钱丑闻正悄然浮出水面 这个案件不仅涉及巨额资金 甚至连银行业的内部人员也卷入其中 成为一级新闻的头条 这一切都从两位前银行关系经理的指控开始 他们分别是王启明和刘凯 涉案的两位银行家 王启明曾是花旗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一员 刘凯则在瑞士宝胜银行工作过 他们都曾是金融界的精英 如今却因涉嫌洗钱而站上了被告席 根据周四在当地州法院宣读的起诉书 王启明被控十项罪名 其中包括伪造文件以欺骗银行 而刘凯则被指控协助一名 已被定罪的洗钱 犯提交伪造的中国税务文件 以便在瑞士开设银行账户 这两名中国籍男子在听证会后 拒绝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 显然他们知道自己处于风暴的中心 洗钱案件背景 这一案件发生在去年 当时新加坡当局查封了 总价值高达30亿新加坡员 约合23亿美元的现金 房产加密货币和其他资产 这些资产的来源极其复杂 甚至涉及到非法海外赌博活动 和其他犯罪行为 今年也有10名华裔 因参与这些犯罪行为而被判入狱 但案件远未结束 新加坡警察部队商业事务部主任 周大卫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对通过我们金融系统洗钱的行为池 非常严肃的态度 那些帮助客户绕过金融机构的 禁止调查程序 或帮助客户伪造文件 以隐瞒其资产真实性质的人 必须根据我们的法律研立处理 从金融精英到被告席 王启明和刘凯 曾是金融界的明星 他们的职业生涯一度光辉灿烂 王启明在花旗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工作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专业知识 而刘凯在瑞士宝胜银行任职期间 也凭借其出色的业绩 赢得了同事和客户的信任 然而 如今他们的名字 却与洗钱 伪造文件等罪行联系在一起 令人唏嘘不已 新加坡的态度 新加坡一直以其严格的金融监管 和透明的司法体系著称 此次洗钱案件的曝光 不仅是对新加坡金融体系的一次重大考验 也是对其司法体系的一次重要检验 周大卫的声明再次强调了新加坡 对金融犯罪零容忍的态度 这不仅是在向国内外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 也是对所有试图触碰法律底线的人的一种强烈警示 社会影响 这起案件在新加坡社会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人们不仅关注案件的进展和结果 更在思考金融系统的漏洞和改进措施 一些金融专家认为 这起案件暴露了当前金融系统 在禁止调查和风险控制方面的不足 呼吁加强监管和审查力度 同时 这起案件也引发了人们 对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思考 作为金融机构的员工 他们不仅要对客户负责 更要遵守法律和道德底线 一旦越过这条线 不仅自己会面临法律的制裁 更会给所在机构和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媒体反映 南华早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 指出这是新加坡迄今为止 最大的洗钱案件之一 文章引用了周大卫的声明 强调了新加坡当局 对金融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与此同时 其他媒体如新加坡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 也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 深入剖析了案件的背景和细节 这些报道不仅让公众 对案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促使更多人关注金融系统的安全和透明度 未来展望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发展 公众期待看到司法系统如何处理这两名前银行家的指控 并希望通过这起案件 能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新加坡的金融监管体系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起案件都将成为新加坡金融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它提醒我们 任何试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财富的人 最终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 只有在一个透明公正的金融体系中 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新加坡的洗钱案件不仅是一起金融犯罪 也是对整个社会金融系统乃至司法体系的一次深刻反思 希望通过这次教训 新加坡能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 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 为全球金融行业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件事显示出新加坡对于金融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是维护金融清洁和可靠性的必要手段 毕竟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是建立在透明和诚信之上的 如果连这些基本原则都无法维护 那么新加坡还能指望什么呢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